今天我们来炒一个芥兰山药 我们需要准备半磅一点芥兰就可以了 然后呢是最好铁棍山药最好 铁棍山药半颗 好了我们先拿蒜片 炝锅然后放入芥兰煸炒一分钟 大家知道芥兰呢是对我们的 这个去火器是非常有效的 它可以润肠去火 也就是说您比如说鸭银出血压上火了 您吃点芥兰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山药呢我们要提前去把它的皮去除 然后呢切成大斜片 在水中浸泡一分多钟 在凉水当中浸泡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入锅当中 好放入锅中之后我们要再煸炒一分钟 大家知道山药呢是美容养颜的佳品了 它还能滋补肝肾 补气养血 也是糖尿病朋友的特别最好健康食品 山药和芥兰搭配在一起 加之蚝油蒜片调味 那真是药膳中难得的食谱啊 好我多炒了这么半分钟 然后呢我加入蚝油 这道菜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佐料 只是蒜片和蚝油就可以了 您要是喜欢吃咸 稍微多加一点蚝油就可以 好加入蚝油之后 我们再煸炒半分钟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道药膳可以说是养颜佳品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